OK兄弟们今天是这些小鸡来我家的第181种了 我们又来喂小鸡了 有些朋友说啊为什么不把这些鸡啊放出来 说我家这里有很多的草了直接吃草 放出来的话我前面那个种的菜啊菜又怎样了 这些小鸡啊还没出来啊 我这个鸡舍装那个电动门啊 电动门的话到时间它会打开来啊 所以小鸡全部会从那个鸡舍里面跑下来 现在还没到时间今天来了比较早啊 所以说他们还在鸡舍里面 先给他们吃的东西加上 那这里的话还有剩菜剩饭 哎呀好 给他们剩菜剩饭也安排上 今天还有三文鱼啊什么虾壳啊蔬菜啊米饭 好了今天先给他们喂上 然后去看一下鸡蛋啊 这段时间他们鸡蛋下的少 全段时间回国了回国了快两个月啊 天天他们就吃这个饲料 没有这些生菜生饭 感觉吃这些生菜生饭 他们里面这种蛋白质比较高啊 所以说他们下蛋也多啊 这次回来之后发现他们下蛋又少了 大家看 这些鸡全都躲在这里啊 都还没下去啊 因为那个下面前面有个那个电动门啊 电动门还没打开了啊 这里有两枚鸡蛋 两枚鸡蛋先剪了 哎呀一枚 两枚 然后这边有个鸡在包握啊 这个鸡很凶啊 要捉人啊 每次都要捉人 我看他脸上还叫着 太凶了这只鸡 好等一下这个电动门就打开了 这些鸡就会下去啊 好先说两枚鸡蛋 今天这支视频就到这里 再来继续的更新吧